秦洛走了出去,守在门外的正是秦婉婉,秦婉婉一见秦洛就怕得要命,她的身体微微后退了少许。 啊,少爷…… 秦洛看向她,在一众的暖床丫鬟以及小妾之中,她最喜欢的就是秦婉婉,因为她每次见了她都是一副老鼠见了猫的神情,她怕得要命,而她却兴奋地要命。 她一把掐住秦婉婉的脖子,让她抬起头看向她。 你怕? 不,不,不怕? 可她明明就已经怕得瑟瑟发抖,双眼通红,却死不承认。 秦婉婉见了她的场景,不正是和她每次见五皇子的时候一模一样吗? 所以,就算秦婉婉出身低贱,却也让她觉得真是有趣呢。 双儿可睡着了? 睡,睡着了 那就去你房中 她听此,脸上得逞地笑一闪而过,却也娇弱害怕地轻声道 是 还是老规矩,穿着与她相似的衣服,梳好与她类似的发际,在床上等我。 秦婉婉的脸上浮出不悦,但是这不悦很快便消失了,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 她依旧逆来顺受地说,"是……。 她要她装作白小玲又如何? 就算她恨白小玲,但是她在她身边当了这么多年的丫鬟,她了解白小玲。 有一次,她以白小玲的名义约她,而到了地方以后,她穿着与白小玲类似的衣服,说着与她差不多的发际,她只是稍稍诱惑一下她,她就受不了与她发生了关系。 那时候,她知道她不是白小玲,而从那以后,她会主动约她出来,每一次见面,只有一件事情可做,每一次做事之前,她都会要求她这么做。 她觉得自己就是白小玲的替身,可是那又怎么样,她的初衷并不是得到秦洛的心,而是摆脱丫鬟的身份,过上富贵的生活而已。 秦婉婉婉进入了自己的房中,拿出与白小玲曾经穿过的类似的衣服,然后梳上那样的发际,她看了一眼正在小床上熟睡的秦霜。 她心里想着,双儿是秦洛的唯一一个儿子,只要双儿再长大一些,那么她就不会再过着现在这样的生活了。 到时候,秦洛未接替她父亲的官职,而她则是秦家大院里面的主母。 她想着这些,脸上终于有了笑意,服役,沈从卿冷冷地看向服役大人,服役大人不敢看她,而是向二叔吼道。 大胆刁民,你所说的言语之中破洞百出,你为何要陷害沈将军呢? 白小玲见服役大人的这个模样,她心里想着,沈从卿不说话,冷眼看人的时候,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她不免好奇地看向她,虽然她这个样子够冷,但是好歹也是冷帅冷帅的,她倒是不觉得她可怕。 二叔一听,吓得一颤。 当初那个顾她的人不是说了,只要她按照她吩咐的话说,服役的人一听就会明白,并且会帮着她。 为什么服役大人会突然话锋一转,帮着沈从卿说话?她不停地磕头。 服役大人请明察,我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就让我儿不得好死。 白小玲听到她的话,气得不行,古人比较迷信,对于发誓赌咒还是挺信的。 她为了博取服役大人的信任,不敢用自己的性命来做发誓,倒是用了小虎子的命。 这个男人不配做二婶的相公,更不配做小虎子的父亲,还亏得小虎子之前见她挨打,替她说话。 若你刚才真的说得句句实话,那便用你自己的命来发誓,否则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我,我…… 此时,穿着一袭黑色披风的男子走了进来,她静止走到了沈从卿的身边。 黑色披风的帽子几乎将她的一张脸遮住。 从白小玲的方向看去,只能看见她的下巴和嘴唇。 男人进入府役以后,也没有摘下帽子,而且她进入正在办案的府役,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在白小玲的分析中,这个男人的身份不一般,只见那男人的薄唇微起。 沈将军可否卖我一个薄面,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白小玲睁大了眼睛。 所以说,这个站在她面前的就是五皇子? 她一个皇子,竟然在沈从卿的面前低声下气,让沈从卿卖她一个面子。 沈从卿的面子,真的有那么大吗?连五皇子都来亲自求情。 沈从卿看向五皇子,良久没有说话。 白小玲扯了扯她的袖子。 沈从卿,就算你在苏大人还有府役大人面前都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办事。 可是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可是五皇子,是皇上的亲儿子。 要是惹了他,以后你在朝廷里面可怎么混呢? 你处处树敌,我的仙书超市也难再变成开下去。 她见她还是没说话,心里有些着急了。 她正张了张嘴,准备从言语上来劝她。 没想到她还没有发出声音,沈从卿便掀开了口,只听她说。 这本是一场误会,在流香馆内没有吃坏肚子的人,我也没有见过五皇子。 多谢。 那男人说了这两个字,然后从他们身边走过。 服役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清空了人,除了衙役和小吴他们以外,没有任何一个闲人。 男人坐上了马车,马车便立刻离开了。 他一来一去,花了不过一刻钟时间,坐视雷厉风行,半点都不拖泥带水。 服役大人擦着额头的冷汗。 这件事情终于有一个结果了,还好今天五皇子亲自来了,否则沈从卿这个祖宗还真的将我的半条命给蹬掉了。 沈将军,你看现在事情也明了,都是误会一场,我这就派人送沈将军和将军夫人回府吧。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府役大人了,只是不知府役大人准备如何处理这个人。 府役讨好的笑凝固在他的脸上,这又是一道送命题将他拦住。 所以,这个男人究竟是不是沈将军的二叔? 沈将军这么问,是要保他还是要罚他? 沈从卿看着府役大人一脸为难的样子。 死人胡说八道,咬乱变成了治安。 我建议府役大人还是将他收监几世,让他好好反省。 府役大人满脸讨好的笑,沈将军直接说出来,可比他瞎猜好多了。 是,是,沈将军说得对,沈将军觉得关他几日为好啊。 三年五年不嫌多,八年十年不嫌少。 沈从卿说完,便牵住白晓玲的手朝着府役外走去。 府役大人目瞪口呆。 这就是沈将军所说的关几日,这几日有些长啊。 夫人,还有一件事情,我需要向你禀明。 今日冷霜那只小妖精身边的丫鬟,又来将军府门口等着将军。 他与将军说了几句话,但是由于我离他们较远,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了什么。 上次也是冷霜的丫鬟来见了将军,将军没有跟他出去,所以冬月以为不会发生什么大事。 结果后来就知道将军竟然给冷霜小妖精添了一处房产。 夫人为此生了很久的气,所以这一次他可不敢大意。 只要是关于冷霜和冷家的任何人与将军牵扯上一点关系,他都要如实地告诉夫人。 白晓玲的手顿了顿,他这才抬眸看向冬月。 那丫鬟走了吗? 说来也奇怪,那丫鬟听了将军的话,竟然没立即走,而是愣愣地站在将军府门口,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以后,他才离开。 他这次可得长了心眼,否则自己家里的钱财被小妖精给卷走了,然后小妖精用白晓玲挣的钱将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迷惑他的相公,他想想就觉得喘不过气。 冬月,你去库房对管家说,以后将军府的每一笔开支,都必须给我过目。 是的,夫人。 以前他没端正态度与沈从卿好好过日子,所以他对于沈从卿和冷霜的事情根本不在意,但是现在不同,他要是敢给冷霜一针一线,他都觉得心窝子疼,冷霜这个情敌,他得尽快将他打败。 冬月,你可知,冷霜最近是住在冷府,还是住在他的心房中? 冬月听到这里,也憋屈地撇着嘴。 夫人,前几天冷府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敲锣打鼓的全部搬到了心房中,现在几乎整个变城的人都知道,沈将军为冷霜姑娘添置了心房。 他们还说,若不是因为将军居内,恐怕冷霜姑娘早已经是将军的妾了,也不会如今还无名无分地住在外面。 他一下子放下勺子,有机会能当沈从卿的妾,也是值得这么炫耀的事情吗? 冬月,给我换一件衣服,我要去见白。 嗯,我大哥。 嗯。 冬月应声以后,便立即去挑选了一件桃红的棉衣,再给白晓玲梳了一个流云剂,主仆二人便撑着直伞,去了户部。 沈从卿给冷霜买了房产,但是如果那房产不上户,依旧算不得是冷霜的,而对于房产上户一事,归户不管。 而白晓玲刚刚上任户部尚书的位置,对事务还不熟悉,很多事情都堆了下来,处理公务的速度会慢下来,冷霜房产办理一事,应该没有那么快就办下来吧。 他和冬月刚到了户部门口,就被白晓玲身边的小厮小刘认了出来。 三小姐,你怎么来了? 白晓玲虽然不认得小刘,但是见她热情的模样,也还之以微笑。 大哥在吗? 在。 带我去见她? 嗯。 小刘一边带路,一边说道。 三小姐,你可不知道,大少爷自从继承了老爷的位置以后,老爷倒是闲下来每天养鱼喂鸟,但是大少爷可惨了。 大少爷每天不忙到三更天,他根本不会回白府,有时候甚至都直接睡在户部了。 三小姐若是待会儿见到了大少爷,可得好好劝劝他。 大少爷虽然年轻,但是也不能这样不将自己的身子当作身子,他不心疼自己,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看着也心疼。 上次回娘家和几次与白晓玲的相见,均没有瞧见他身边有一个姑娘。 若是他遇见了一个心疑的姑娘,恐怕就不会这般了。 白晓玲在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大龄盛男了。 他的自身条件很好,若是他愿意,肯定无数的姑娘早就将白府的门槛给踏破了。 而他依旧孤身一人的原因,恐怕是他自己不愿意。 我几年不在家中,对家中之事不太了解。 大哥也年龄不小呢,为何还未娶妻? 小刘听到此话更是摇了摇头,他一脸愁容地说道。 大少爷是何等的人,三小姐恐怕比我更清楚。 他自然是忘不了那姑娘,哎,但是奈何那姑娘一去五年,再无音许。 大少爷也寻了他几年,没有寻得他的踪迹,自然也不再寻了。 不过从此,他便再也瞧不上任何姑娘。 二夫人前些年还为他说了几堂轻事,但是都被大公子给婉拒了。 这事儿,三小姐也得劝劝大少爷。 嗯,我尽力。 话虽如此,但是他对白千云和那位姑娘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 他又从什么方面开始劝? 或许,白家的子女都是如此吧。 白千云是这样,圆主白晓玲也是这样。 说话间,几人已经来到了户部白千云办公的地方。 小刘道。 大少爷,三小姐来看你了。 白千云这才将头从一堆竹简中抬了起来。 即日不见,白千云的确憔悴了不少。 他皮肤白皙的脸上有两个很深的黑眼圈。 大哥。 他立马从软垫上起来,然后走到白晓玲的面前。 晓玲,你怎么来了? 大哥。 公务要紧,身体也要紧。 你这般模样,跌溅了,该如何伤心? 小玲,等到大哥熟悉以后,便不会再这样了。 年关将至,大哥也想在过年前将积累下来的事情全部处理完毕。 我能过一个好年,百姓也能过一个好年。 他说着,然后扶着白晓玲往一边的椅子走去。 小玲,你如今已然不是一个人了,肚子里有了小孩,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闹腾,都是快当娘的人了,得成熟稳重一些啊。 他一直都觉得自己足够成熟稳重,只不过任凭他再成熟稳重,但是白晓玲在白千云的面前不过就是他的小妹而已。 他这般被白千云扶到了椅子上,让人有些尴尬。 但他也坐下了,沈从清之前背着他对白千云说他有了身孕,大概是因为他嫁给他三四年了,肚子一直没有反应。 白千云怀疑他作为男人的能力,而他为了自己的面子,所以才编出他肚子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孩子。 这些问题都不是他今天来的重点。 大哥,我今日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情啊? 你可知道,冷霜。 白晓玲此话一出,白千云摇了摇头,倒是一边的小刘说道。 大少爷,你最近一直忙于护部的事情,对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一无所知。 冷霜就是民间传言沈将军养的外事,而且前几日,沈将军还给他购置了一处房产,现在冷家的男女老少全部都搬进去了。 冷家现在做生意,四处都打着沈将军的名号,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白千云听着小刘的话,脸色一点点暗淡下来。 小灵,真是如此啊。 他沉默不语,心中正在想如何应答白千云。 这个问题,他若答是,白千云会对沈从卿有意见。 他若答不是,这事又不是什么秘密。 只要白千云去大街上一打听,那就全都知道了。 还不仅如此,冷家老爷逢人就说,沈将军是他们冷家的姑爷,冷霜姑娘迟早都是沈将军的人。 冬月听了小刘的话,静也皱着眉头当。 真是不要脸,沈将军已经与那只小妖精断清住了关系,他们冷家还在胡说八道什么? 他们不就是想要借用沈将军的名字,再辩称好办事吗? 自从沈将军回汴城以后,冷家的粮油店可增加了好几家了。 沈将军威名在外,百姓心中爱戴他,所以听到沈将军的名号都赶着去买冷家的粮油。 但是那冷老板可不是一个擅长,表面小细细,背地里可阴了。 其实一斤大米只有七两,还用陈年大米冒充新产大米卖给百姓。 百姓拿回家发现以后,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谁也不想和沈将军过不去。 小刘越说,白千云的脸色越不好看。 对于这一点,白小玲觉得他是该为沈从卿说几句公道话了。 沈从卿本身就是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不可能会与冷老板联合起来吭骗百姓。 大哥,我了解从卿的为人,他绝对不会这样。 这事作为户部上述,我会调查清楚。 小刘,你来找我是否是因为此事啊? 冷老板借用从卿名号一事,我也是刚听说。 我来此,是为了那处房产的事情。 小刘听到那处房产四个字,笑容爬上了他的脸。 不等白小玲和白千云说话,他便走到一边,从离白千云浮岸最远的地方,翻出一卷竹简。 以大少爷这样的办事速度,若不是我将这本竹简丢到了远处,恐怕已经被大少爷给劈了。 我们白府的三小姐,哪能让什么阿猫阿狗给欺负了? 白小玲见此,不免有些欣慰。 白千云接过小刘手中的竹简,他翻看着里面的内容,眉头微重。 竹简上所写,全部都是合理合法的,若是他真不给办了这处房产,倒是寻思舞弊了。 他见他为难的模样。 大哥,这处房产的购买,一切符合规定,肯定是要过户的。 但是,你看这里。 白小玲指着竹简上面的一个地方。 将军府的家丁和管家,都是受了从轻的命令,所以才带着银子来买房子。 这处房产真正的购买者,是沈从轻,而不是冷说。 经过白小玲的提醒,白千云再次仔细看了竹简。 小玲,的确如此。 那我明日就通知卖房的人与将军府的管家一起来互部,将房屋过户的事情给办了。 多谢大哥。 小玲,对我何必说谢啊? 只要你过得好,大哥就开心了。 不过你现在怀着孩子,从轻血气方刚,男人在外面寻乐子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他没有太过分,没有对你不好,你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因为当年,他们的娘就是这样,所以后来爹才娶了二娘。 只不过二娘娶回来没多久,娘就生病去世了。 当时留下白小玲和白千云两人,白小玲算是白千云给照看大的, 所以他们兄妹的感情很好。 而他也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和熏陶中长大, 他虽然不太认可,但是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正常。 若是大哥真如此认为,为何大哥至今不去? 他问得白千云愣住了,最后白千云叹息一声,他摇了摇头。 是啊,这个理由我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怎么能用他来说服你啊? 不过小玲,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大哥都支持你。 听到白千云这么说,他觉得心里暖暖的, 其实拥有一个这样的大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他想到了小刘的嘱托。 大哥,有的人若是一直等不到,那就是有缘无分, 不如就忘了。 小玲,我的事情我自己知道。 或许已经不爱,只是习惯了等待。 这段日子,我打算四处走走。 若是看见好姑娘,定会给大哥留心。 也请大哥不要再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了。 他的年纪实在是不小了,真的等不起了。 况且,连他的妹妹都已经成亲有了孩子了。 他这个做大哥的,要是再不娶媳妇, 得被人看笑话了。 他顶了点头。 好。 临近中午,白芊云将白晓玲与冬月送到了户部门口, 亲眼看着他俩坐上了马车,这才进入了户部。 白晓玲看着冬月,冬月虽说年纪不大, 但是他似乎已经在变城住了很久, 对于这些大户人家之间发生的事情, 说不定他知道。 冬月见白晓玲一直看着他,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夫人,是我脸上有脏东西。 白晓玲摇头。 冬月,我的脑袋受过伤,很多事情都忘了, 你可知,大哥与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女子之间, 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晓玲一心一意将他放在心里, 他自然也会对她的事情上心。 白晓玲虽然表面上说要放下, 要试着去接受别人, 但是他能从他脸上看出, 他并没有完全放下, 也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去接受其他女子。 杰玲还需细灵人, 要打开白晓玲的心结, 与白晓玲心中的那个女子有关。 冬月摇了摇头, 夫人,白大少爷可是我们便城之内出名的痴心人, 当年他与花姑娘的事情几乎整个便城的人都知道了。 五年前,西城国的王子来我朝拜访, 觐见皇上,要求与我国和亲, 当时花姑娘可谓是变城第一才女, 而且与三公主私交甚好。 原本是三公主要为西城国王子跳一曲舞, 不想当初三公主身体不适, 三公主便让花姑娘去顶替她跳舞。 在现舞之时, 西城国王子一眼便看中了花姑娘, 当场就向皇上求婚, 皇上也舍不得将自己的女儿远嫁, 所以当下封了花姑娘为穷花公主, 嫁给西城国王子。 其实花姑娘与白大少爷早已经两情相悦。 花姑娘不想去和亲, 可是她若不去,花家便违抗皇命, 是会被买门抄斩的。 她无奈,只能坐上了去往西城国的马车。 我也是听白府的丫鬟说的, 花姑娘走后, 白大少爷不吃不喝, 在房中坐了三天。 三天之后, 她从房中出来, 表面上看着已经从那件事里面走出来, 但是从那以后, 她便再也不多看某个姑娘一眼。 前几年, 媒婆也没有扫上白府的门, 可是白大少爷, 又是没有同意一门婚事。 她说完这些, 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对白大少爷的遭遇深表同情, 当然也对她这种痴情所震撼。 沈从卿来到西院, 她还没有走进去, 便听见了刘氏的笑声。 刘氏这么高兴, 她心里也开心。 二柱子, 你动不可真快呀, 半年之内不仅娶了媳妇, 就连孩子都怀上了。 二柱子也笑着, 沈, 我年纪不小了, 之前没娶妻的时候, 娘一直在我耳边念叨, 别提多烦, 想不到娶了媳妇, 她还是在我耳边念叨, 天天看着杏花的肚子变化, 念叨杏花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话虽如此, 但是提到自己的娘, 则是一脸幸福, 刘氏笑得爽了。 小玲也怀了孩子, 前几天从青才告诉了我, 不管小玲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只要是她生的孩子, 我都喜欢。 白小玲曾经是她的女神, 如今听到她怀孕的消息, 二柱子的心里感觉有些怪。 沈从青这时候, 从西院的侧门走了进来。 娘。 刘氏看向她, 一脸慈祥的笑。 呦, 从青啊, 你回来了, 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她将一切都听见了, 此时却明知故问道。 娘, 你和柱子哥在说什么? 啊, 说你让小玲怀了孩子的事情。 沈从青看着刘氏一脸期待的样子, 她是恨不得白小玲将肚子里面的孩子马上生出来, 可是她心知肚明, 白小玲肚子里面根本就没有孩子, 十个月以后, 她拿什么来交差? 当时撒谎, 原本想着大不了晚上努力一点, 和她尽快有个孩子, 但是她没想到, 她对那件事情那么抗拒, 见她如此害怕她扑过去的模样, 她怎么忍心让她受惊? 所以这才对她承诺, 她愿意要孩子的时候, 她才和她生孩子。 亲娘这关得过, 媳妇那边也得过, 做男人可真是累。 沈从青坐到刘氏的身边, 丫鬟连忙给她倒了茶水。 柱子哥, 听说你这次来汴城, 是来向小玲对账的。 沈从青这一声柱子哥, 可叫得二柱子心花怒放, 还且让她觉得, 堂堂正二品的将军叫自己柱子哥, 这让她在她女人面前特有面子。 是呢, 当初小玲将专场交给我和二哥, 让我们每年六月和十二月, 来汴城向她报一次账。 今年下半年我实在太忙了, 专场接了好几笔大生意, 所以对小玲来信说了, 今年报账的时间晚几个月, 现在才来。 二柱子一边说着, 一边将账本和银票都拿了出来。 沈从青看着那一叠厚厚的银票, 她一直以为白小玲做生意, 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过家家而已, 想不到她竟然赚了那么多银子。 刘世贱他们要谈正事了, 所以退了所有丫鬟摸摸, 自己也借故去卧房歇着了。 二柱子让张信花出去走走, 此时西院的大厅里面, 只有沈从青和二柱子。 二柱子想, 反正白小玲和沈从青已经成亲, 白小玲的银子就是沈从青的银子。 再说了, 她和白小玲现在都已经各自婚配娶妻, 需要避嫌, 再单独待在房间里面算账, 似乎不太好。 索性她就趁着这个时间与沈从青对账了。 她翻开账目,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每一个月的收入支出以及结余。 她一边翻一边说道, 这本账目, 前部分是小虎子算的, 算得清清楚楚, 后部分小虎子来了变成, 我们新请了一个对账先生, 想不到, 那位对账先生除了年纪大, 吃饭多以外, 将账算得乱七八糟, 后面还是我拿着账目, 去莲花镇找了春风楼的林老板检查了一遍, 这半年的收益, 除了给工人们的工钱, 以及林老板应得分红, 我们还留了三百两银子, 作为专场的周转资金, 其余的全部都在这里了, 沈将军, 你看看。 沈从青接过账目翻看着, 当他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 看到那个余额, 他以前真是小看了他, 他专场的收入, 快比得上他郑二品将军半年的风露了, 这还不算上他两家先书超市的收入。 对账一事, 我不太明白, 不过小林最近怀了孩子, 不能劳累, 我们将军府的账, 以前都是管家管嘛, 待会儿我便将账本拿去让管家对一对, 朱子哥, 我现在有其他事情, 请来请教你一下。 请教? 二朱子心里有些不着边际, 他只是一个在地里种田的庄稼汉, 大字不识几个, 书也没读几天, 沈从青满腹经轮, 而且还是将军, 他会有什么事情请教他? 他怀揣着自己坠坠不安的心道。 沈将军, 你说。 沈从青想了一会儿, 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 然后说道, 实不相瞒, 我和小林虽然已经澄清三年多, 但是毕竟我们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在一起, 他对我有些生疏。 沈从青发誓, 他已经说得十分委婉, 想不到二朱子张大了嘴巴, 一脸震惊的。 沈将军, 你的意思是, 你和小林夫妻生活不和谐? 沈从青听词, 他黑着一张脸, 没有说话。 那小林是如何怀上孩子的? 他已经有些后悔, 来向二朱子取经, 依照二朱子这一惊一乍的性格, 这件事情, 说不定在二朱子出了将军府以后, 就会人尽皆知。 二朱子见沈从青不说话, 他拍着自己的胸口。 沈将军, 你放心, 我二朱子的嘴巴捞得很, 这件事情, 你告诉了我, 就像是告诉了一个哑巴, 我是绝对不会像除了我们之外的第三人说起的。 他想, 沈竹浪当年将他的秘密在鬼使神差的情况下告诉了他, 他都至今没说, 对于沈从青的事情, 他也绝对不会说。 最主要是, 如果说了, 害怕被他们报复, 毕竟他们现在一个是状元, 一个是将军。 沈从青黑着一张脸, 嗡了一声, 对于二朱子说的话, 他怎么都有些不敢相信。 沈将军, 你将这件事情告诉, 是不是希望我帮助你? 他点了点头。 其实几个月前, 我和信华成亲的那天晚上, 我们也都害羞来着, 但是男人在这方面, 就是应该主动一点。 你不主动, 姑娘不主动, 那么夫妻生活不可能和谐。 沈将军, 我也知道, 你们是读过很多书的人, 书上有句话说的是, 君子什么不强人所难? 我告诉你啊, 这一句话, 在男女知识上行不通, 只有不要脸, 才能拥有幸福的明天。 沈从青听了二朱子说了这么大一段话, 他就只听到了几个词, 主动, 不要脸。 其实他已经够主动了, 他都翻墙爬入白小林的被窝了, 但是他还是舍不得强迫他。 不行。 二朱子叹了一口气。 唉, 沈将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讲究。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的话, 那我们换一个。 我娘说, 没有五不暖的石头, 只要你好好对待小林, 有一天, 他会不再觉得你陌生。 这样的话太慢了。 一个孩子早出生一个月, 晚出生一个月, 他觉得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相差得太离谱, 就会被识破的。 他摇了摇头。 不行, 还是不行。 二朱子也懵了, 那他可真没有什么好方法了, 因为他和杏花的事情非常顺利, 刚开始的时候, 虽然他们都有点害羞, 但是他主动以后, 没多久, 杏花也放开了。 沈将军, 那我可真没办法了。 沈从卿也叹了一口气, 看来这件事情, 还得他自己琢磨, 自己克服这个难题, 谁让他第一次用了墙的方式, 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 一顿饭吃完以后, 二朱子和张姓花被安排到了客房, 二朱子被仆人送去客房之前, 还故意走得离沈从卿近了一些。 他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沈将军, 听我的没错, 男人就得主动。 沈从卿看着二朱子和张姓花离开的背影, 张姓花走在稍微靠前一点的位置, 二朱子的一只手放在他的身后, 护着他。 其实他挺羡慕二朱子的, 那就再主动一点。 他靠近白小玲, 在他身边小声说道, 小玲, 给我留门。 白小玲的身子微微一颤, 他看向他, 只见他对刘氏告别之后离开了西院。 白小玲回到北院, 他洗漱完毕, 让冬月退下去后, 就捏手捏脚地过去将门虚掩着。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 他竟然有一种做贼的感觉。 他原本并不想给沈从卿留门, 但是转念一想, 无论这道门是开着还是关着, 沈从卿要来那是谁也挡不了。 他将门虚掩好以后, 就立刻爬上床钻进被子里面。 没过一会儿, 他听到轻微的脚步声, 然后就是稀稀疏疏脱衣服的声音。 再然后, 一个温暖的身子 朝着他靠了过来。 两人原本都是平躺着, 沈从卿突然侧过了身体, 他在他耳边喊了一声。 小灵。 怎么了? 二柱子都快当爹了。 他就知道, 今天二柱子带着怀孕的张姓花来将军府, 一定会给他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你也想当爹了? 以前不想, 现在倒是挺想的。 听到他这么回答, 白小灵的心里有些愧疚。 在这个男尊女卑三妻四妾成风的古代, 堂堂正二品的将军, 不仅没有小妾与通房丫鬟, 就连想与自己的正牌夫人生孩子都得忍着。 他对她着实有点太残忍了。 松青, 你真的想要一个孩子吗? 沈松青听他这么回答, 心里想着, 难道是二柱子教给他的方法管用了? 他马上就要同意和他生孩子了? 他的一只手抱住他的腰, 将头埋在他的头发之中, 闻着他的头发上散发出来的清香。 嗯 那你有多想要一个孩子? 很想, 很想 没有孩子的人生, 就是不完整的人生。 作为思想较为开放的现代人尚且这么想, 更何况沈松青了。 他握住他的手, 微微有些用力。 那好, 那我们明日去汉林院前, 便去找一个大夫看看。 沈松青微微一愣, 过了半晌他才说道, 为何? 松青, 我的身子被大雪冻过, 我, 我还是去检查一下比较好。 沈松青听此, 抱住他的手抱得更紧了, 他面色凝重, 紧抿着嘴唇。 小林, 我不许你去。 变成眼目众多, 一旦他去医馆检查身体的事情被传出去, 一定会闹得人尽皆知, 到时候就算他没事, 也会被传出有事。 可万一, 我真的……, 小林, 等你店里的事情忙得差不多, 想要与我要孩子的时候, 我们再努力一把。 若还是怀不上, 我们便在清明前回去的时候, 顺便在莲花镇请蔡大夫看看。 蔡大夫一束高明, 而且对于这些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乱说的。 好, 从今, 如果我真的……, 他的话才问了一半, 沈从今立马打断他。 小林, 不可胡说, 你不会有事。 我自小在莲花村长大, 之前莲花村的女子, 在四季皆是只穿一件单衣, 冬日里动的手脚都是动创, 但是他们结婚以后, 尚可生育, 所以你也不会有事。 听他这么说, 他竟是有一次心安, 或许真的是他想的太多了吧, 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从今,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真的没有办法生孩子, 你会抛弃我, 或是娶一个小妾吗? 小林, 你一整晚都在胡说八道。 你告诉我, 我想知道。 我不想回答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嘟着嘴, 有些憋屈的。 你要是不回答我, 恐怕, 我今晚睡不着了。 白小林听着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声。 小林, 睡觉。 他没有正面回答他, 他心里有些落寞。 不睡。 说完, 又平躺变成了侧躺, 背对着他。 他像个小孩子一样和他对着干, 就因为他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的声音, 犹如风一般从他耳边飘过。 你不理, 我不气。 他说完, 白小林的嘴角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心里又是喜, 又是愁。 喜的是, 他的这一句你不离或不弃。 愁的是, 万一他所担心的事情是真的, 他真的对他不离不弃, 那么他岂不是没有后代? 从今, 我不要你的不离不弃。 如果真有那种情况发生, 我倒是希望, 你对我狠一点。 虽然心里极其不想这么说, 但是这却是对他最好的选择。 不许再胡说, 快些睡觉。 他轻轻地在白小林耳边说了这么一句以后, 没过一会儿, 在白小林身后便传来了他平稳的呼吸声。 他在他怀里小心翼翼地转了身子, 然后与他面对面, 小气啄米一般快速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然后便依偎在他胸口的位置, 睡了过去。 冷府,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小姐, 我, 我不敢回来。 冷霜听此, 他后退了一步, 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结果。 他怎么说? 沈将军说, 月银的事情, 让我去找白小林那个奸人。 曾双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 果然, 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的, 沈从轻不爱她, 而且还爱上了白小林。 丫鬟继续在他耳边说道, 小姐, 你可千万要振作, 想当年你与沈将军, 那可是情投意合。 若不是白小林从中作怪, 你与沈将军早就在一起了。 白小林那个女人向来诡计多端, 她这次又不知道使出什么鬼把戏, 才暂时迷惑了将军的心。 但是只要小姐多与沈将军见面, 多和她说起以前的事情, 沈将军一定会念起小姐的好, 与白小林那个贱人合离。 冷双双目无神, 与她说起以前的事。 以前, 他们又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呢? 不过是他们一次次的被冷老板拒绝而已。 我没有要放弃, 我会一点点将属于我的东西全部拿回来。 小姐, 你能这样想才是对的。 今晚我去见了将军府的丫鬟小翠, 知道了明天沈将军和那个小贱人要出去, 到时候他会趁机将冬月弄出来。 我们就把冬月的父母找来, 和我在将军府。 只要冬月一出来, 那么他的父母不从他身上剥下一层皮, 是不可能放他离开的。 那时候…… 丫鬟的话还没有说完, 冷双的脸上浮出一丝狠色。 那时候, 冬月的父母会将冬月带走, 而白小林似乎很在乎他的那个丫鬟, 我要她去找他, 然后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回不来。 冬月的父母将冬月带走, 以及白小林会在那个地方回不来, 都是需要她去从中操作的。 看来之前娘的做法没有错, 白小林这个女人真是留不得。 当初她还害怕娘买凶杀白小林会引来麻烦, 但事已至此, 就算会引来麻烦, 她也心甘情愿, 谁挡了她的富贵路, 她就和谁过不去。 而且, 她是真的喜欢沈从清, 真的想要与她在一起。 之前娘告诉她, 她买的那个杀手, 这几日就在棱府外面徘徊, 但是没有进来找她, 那就还是她吧。 毕竟白小林是从她的手里逃掉的, 而且她知道了她和娘的秘密, 也该和白小林一起回不来的。 丫鬟看着冷霜的眼睛在黑夜里面泛着寒光, 她吓得一哆嗦, 身体也有些发抖。 小姐? 为什么她觉得今晚的小姐有些可怕呢? 还是她眼花看错了? 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然后再次看向冷霜的时候, 她又平淡如常了。 小姐, 我明儿一早就找人将冬月的父母找来, 告诉他们, 冬月这些年挣了很多银子, 这些银子可以给李富贵盖新房子, 娶媳妇, 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冬月, 如果冬月拿不出银子, 他们肯定会以为是冬月将银子藏了起来, 冬月交不出银子, 他们是不会放她走的。 冷霜点了点头, 不要将冬月的父母安排到将军府附近, 若是被将军府的人见了, 他们肯定会出手帮助她。 是。 还有, 明日记得将我的首饰拿去当了, 听说杀一个人很贵, 他目前还没有那么多银子。 丫鬟也想起了什么。 哦, 小姐, 沈将军并未给我月银, 但是明日大夫人一定会询问月银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准备十两银子来应急。 听到这里, 冷霜有些不愿。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小姐。 丫鬟离开以后, 冷霜摸黑来到了自己的床边, 从枕头下面摸出一个小人, 小人上面贴了白晓琳的名字, 以及生辰八字, 上面全部被插着密密麻麻的针。 他用一根绣花针使力扎着小人, 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动作也越发大了, 他将枕头碰到了地上, 借着月光可以看见枕头下面还有几个小人, 几个小人上面分别写着冷老板、 大夫人以及冷家大小姐的名字。 他恨他们, 但是又恨得无可奈何, 所以才想出这样的方法宣泄自己的仇恨。 莫了还是继续在他们面前笑, 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等到白晓琳死了, 他成为将军府的夫人, 那么冷老板和他的大夫人大女儿, 就连给他提鞋他都觉得不配。 到时候他要将他在冷府受到的欺辱, 十倍百倍地讨回来, 然后他再和沈从卿好好过日子, 和他生孩子。 想着这些, 冷霜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他也怀着他美好的幻想入梦去。 四日清晨, 鸡鸣之后, 白晓琳睁开了眼睛,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沈从卿一张放大的帅脸。 他心里想着, 现在自己的生活可太好了, 不愁吃, 不愁喝, 大宅院住着, 帅气相拱抱着, 手里有花不完的银子, 简直太妙了。 不一会儿, 沈从卿也醒了来, 他见他睫毛闪动,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依旧在他怀里装睡。 一抹笑意停留在他的脸上, 他知道他是在装睡, 却也不拆穿他。 晓琳, 起床了。 他假意翻了一下身, 然后继续装睡。 沈从卿却自己起身, 然后开始穿衣服。 晓琳, 你若还想睡, 便再睡一会儿。 我先穿好衣服回去南院, 等会儿过来再接你。 白晓琳想, 他自顾自地说了那么久的话, 如果他一直不回答他, 那么他多尴尬。 可是他不会承认 其实自己一大早就醒了, 而且醒了以后 还一直在偷看他。 他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哦。 此时, 沈从卿已经将衣服穿好了, 他看着他的背影, 唇角带着一抹笑意, 然后出了他的房间, 将门关上。